你吃过龙鲸吗 龙鲸是鱼鱼的几股骨髓 在清朝是专供皇帝享用的贡品 看似洁白如雪 质地软 韧异常 鱼鱼嘛 简单 市场上随随便便买都有 60块 合金数量 哇 也不贵 这期视频的成本保住了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在市场上买的两斤多的鱼鱼 我先来拔一下 看一下这个鱼鱼的金鱼 左看看 右看看 鱼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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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不够啊 两斤鱼的龙筋才这么小一根 那十斤鱼应该可以满足 十斤都没有吧 十斤的熏鱼找不到 找不到 现在找不到吗 就这个嘛 十斤种的熏鱼的男人 找那么大的熏鱼 没得 没得一般的都不得 诶 你别说 十斤的熏龙鱼还真被我买到了 只见此女子如风一般 拆开庄鱼的包裏 整鱼重达十一斤 长达85厘米 鱼皮采用条纹设计 简洁印花 更加可爱同学像的海报 这条鱼很贵 搞得我压力而大 外合嘞 你拍得到吗 好紧张 等一下 我好像看到的 进了 进了 啊 好把我动了 你手还有一组 面对此时的惊喜 你觉得批子姐会说什么 一 惊声尖叫一番 一 我也太牛了 一 我看谁看了不点赞转发评论 你拍 拍到了吗 拍到了 这就是十一斤鱼拔出来的龙镜 气消了 这个时候长得好看的人就要问了 为什么十斤的鱼鱼和两斤的鱼鱼 拔出来龙镜差不多呀 我想可能是冷冻再解冻导致 有没有专业人士来解答一下 这一点肯定是不够的 如果需要一条两斤重的鱼鲸 至少得八十斤的鱼 买 你好 你的圣权快递到了 你是不是以为我会买八十斤的鱼龙鱼 那么多鱼我们怎么可能吃完 浪费粮食可耻 所以我直接买了八十斤鱼龙鱼的龙镜 这的确是八十斤鱼才能拔出来的龙镜 两斤鱼拔出的 十斤鱼拔出的 八十斤鱼拔出的 鲸鱼赤鲸 今天我们就用鱼龙鱼精来做一道南瓜黄金龙金汤 往往珍贵的食材需要珍贵的高汤 将上面这些食材进行焯水 然后加入葱姜开始煲汤 煲至三个小时之后开始过滤 留下高汤 龙鲸则是用水葱姜料酒煮三十分钟 用水葱姜料酒煮三十分钟 缩水了吗 我感觉我的钱缩水了 哇 也不会 这期视频的成本保住了 大家点个赞吧 求求乐 切个南瓜缓解一下我悲伤的心情 煮好的南瓜放入攪拌機內 加入一點高湯攪成南瓜濃湯 最後把打好的南瓜濃湯放入之前煮好的高湯裡 再倒入鍋中加入濃菌 接著再煮50分鐘 煮好的南瓜濃湯 突然覺得我今天這餐好精緻 它已經沸騰了 聽聲音 這個就是花了大價錢買的那根超大龍筋 看 爽脆又滑 我莫名覺得它的口感跟花椒很像 但它比花椒要厚很多 然後要彈很多 這根我都差點忘記它了 小的那根已經煮成一個橡皮尖了 一勺飯一勺精 哇 就算是爆汁蓋飯也不過如此 我發現龍筋應該是跟花椒差不多的那種高級食材 但它自己其實不是那種味道有多好的食材 它的口感很棒 但是它的味道全靠那個湯 人生第一次吃龍筋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居然是拔龍筋 真的很有意思 不知道以後有沒有機會能拔一條超過40斤的鱘魚呢 OK 今天的視頻就是這樣啦 我們下期再見啦 記得一定要給我轉發評論和點贊咯 拜拜 這個時候肯定有小夥伴要問了 剛才你那麼大一條魚肉真的不要了嗎 怎麼可能 這味道有點像花脸 就是有點像花脸 你這種魚本來是哪來的幹什麼 不然可以啊 不可能你拿來做夥伴的 好嗎 好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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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3 4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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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